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没问题 很难做 看到了新加入的 上野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 不一样的火花发生 而且他们还要常议 一些没没超多 可能先 days 回双军 我感觉在三战处 President 他会正谈 estoy 仿在一战处 是 我好歹 石头人马要不石头人马得赛 可以可以 这个线老是推不进去 帅哥这线一直给卡的塔前 直接打一趟 哎还打不过 直接章回来 要单杀回来了 这一波被单吃 小老婆有点晕 来我们加哥坐好一点去起来 来是吧 出人马出山 不是看情况 可以 出山出人马都可以 因为感觉他发不到 可以 我也是你们六四 我也是我们的你们 没关系 那是塔比这样做的 是最好的 Meta 然后 在Spring 我一直想起来 所以我一直想起来 那是这样做的 他确实在之前的队伍打得很拼 但是他来我们这里之后 感觉他就改变挺多的 然后挺为团队做的 贡献 那是 立刻过来骚扰你一下 有非常非常希望 一样挖 这一样挖 OK OK 那是你会玩 我这 你看 今天你们好战争啊 你也玩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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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路也玩得好 《终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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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时间上来看来 時間比,价钱比 原浅比,价钱比 当然能比较健康的 非常好工作 但是 但是 身体力是不足的 心思上 能量的用力量很大 是我可以做的 它是我上台了 但是 精心的用力量很大 我对 我来自身上 新人都会 我自己是 我只是瘋了自己的心情 我真的非常感兴趣 我感到很感兴趣 我感到很感兴趣 我可能不太感兴趣 但我感到很感兴趣 你找到了还是要? 要找 对,是要找 郑局赛的联赛 怎么说呢?应该是版本 那个时候很适合我们吧 那个时候好像是12.3还是12.4 有一个大版本就是一改 然后我们比较迷茫找英雄和找打法吧 我队不做,我队属中还是一肯德心肯定 他要把两个合作 他要把两个合作 他要把他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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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这么说 事务所谓不是 就是你们现在打的优势就是想理议光归 我们也不会帮到你们 我们队也肯定能自己选 然后自己打好一点 我们也不会选择帮王子这种招比 一般你们的什么狗属 我们肯定自己有好好的兄弟 就找到你今天的表现不是很满意的 就因为很多东西还没解决 以下上面打了很多 肯定就是训练赛代表吧 因为训练赛就是我们有问题 就是有时候就是很难去解决这种 然后肯定出了很多问题 首先我们第一把 还有第二把其实打得很明显的一点 就是我们自己出现了很多食物馆 出食物 所以游戏就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出问题以后我们的交流 和各方面都是出问题的 你不要那么悲观 你几乎赛还有一段时间开赛数 能让我们有时间调整 如果是几乎赛数 那就直接没了 就是我比较学就是看版本吧 就是版本学也就是帮队友的打野 或者脸盒或者什么这种 肯定就是都可以玩吧 就是那年肯定都可以玩出来 就是现在游戏风格打野就是 就玩好版本的一手就行了 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 就是交一个游戏风格吧 就是你玩好你的版本的一手 然后玩好了就是什么帮队友 没了感觉就是 我们感觉可以盘里斯坦不开吧 嗯 破败呗 嗯 我们破败呗 破败 破败 破败还是破败吧 哎呀你妈的 这个算是你运行吗 哈哈哈哈 全都可以吧 以下都是福悦哥就一起最高的 因为那个时候福悦哥 就是太太OP了 对我来说 刀本达到霞悟前锋 捡了起来 这次没打钱欢峰也到了 平坤已经打到三个人 挂上脱皮的印记 一个打达到了Breece Breece这边击杀 早上挑战被魅惑了 但是小微这边好像走不掉了 因为剪起了灵魂之后 刷身子的通关天灵 再一个Q 二段回击过来 还不挂一个叙数 又被骚扑的通关天灵给黏上了 峡谷先锋的神啊 骚扑了这两拨图 就是那个时候的打法 李文贝尔就是把敌面带来打爆完 来自一个打排位的人 你第一年肯定就是用跑步来打游戏 然后越来越打越暗 肯定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打游戏 你越来越懂其他的位置 然后怎么跟队友配合吧 他还是可能会更加的偏重于自己的发育 但是他又会更了解到这个队伍里面哪一个人更需要去 他去帮忙这样子 我看到了他愿意为队伍去做牺牲 但是我觉得这点上面来说很多时候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达成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满满意的成绩 肯定就是在训练下里面或者这比赛里面可以表达出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跑来我们的自己能力就行了 就是能扯到哪里扯到哪里都行 输了以后就是没有一大分 我觉得孩子我们要把训练的问题解决 真的就是训练的问题 是今天游戏码实际是怎么样的玩法 对明明就很多事情一样 那我们也游戏内的讨会 对你不觉得游戏外的问题跟打赏 不会就是他主线说的我主线说的不一样 没有一定要吵架 在我的经验看来讲通常会改两三天 但是两三天后要再继续讲 那讲久的时候他会听了觉得很烦 但是实际上是有在慢慢改变 有时候反而继赛的时候赢太多也不好 因为如果以我们现在这样去打 我们打BO5打不了的 有时候打BO3有时候很运气嘛 不小心赢了一波团就赢了 但是能逆转的队伍就是 每一把打完都 你知道吗 有在提升然后有好好调整形态 我们队就是这部分比较弱 对 我是 你是谁呢 我是教练 教练 我觉得我们队伍每个选手的天赋都很高吧 就是上线都特别高 赛训期间就是打了真的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 那个应该说是互相牵让嘛 感觉就是少了这一点 然后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就是没有五个人都是固定一个想法 就感觉这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吧 团队的话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要互相的了解彼此 然后要为了团队的胜利去做互相的牺牲跟磨合 谁愿意奉献给队伍的越多 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最伟大的 或许他不是最亮眼的那个人 但我觉得他会是成就队伍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觉得我开始愿意为团队想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应该是从CASA离开闪亮郎的之后吧 我也要承担起他那一部分责任 所以我可能在队伍上面我会替队伍去着想更多 那虽然说我可能比较没办法上场 但我觉得我还是要尽量把我所能够 帮助到他们的东西都给到他们 我觉得不一定要说服别人 但是你们两个要至少让我们先 对 因为本来现在的沟通就是这样子 很难让一个人服使 但是要互相知道对方的想法 那就OK了 你不回你就站远一点 然后看他们怎么走 他们如果回家了 那你就爽情杀成功 然后他们如果往前冲的话 你要赶快叫欧打给我回 你要叫他回 多沟通啊随便赢 随便赢 正常打得好 随便赢 随便赢 我记得我们在就是赛季中期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成绩是不算好 就是那时候队伍的状态也不太好 我觉得好像有点走不远的那种感觉 但是然后下场比赛 下一场比赛就打得就可以说是碾压对手了 然后又瞬间觉得有希望了 在下一场比赛又莫名其妙就被打烂了 就我们这个队伍上线很高 然后下线也很低的那种感觉 就印象很深刻 可能大家看起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很打得很亮眼 但是常常又没有说感觉像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感觉 跟每位选手的性格也有关系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愿意牺牲自己 然后去让整个队伍是可以闪耀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只能用时间来改变 我是希望今天能打进世界赛的 但这个很多时候 就是在赛业某一段的时候是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但是就经过了不断的什么可能版本的变更 也有可能我们状态原因 然后就总体看起来 我们还是不是很稳定 我觉得今年 我也感觉我一直在 很多局我在尝试不一样的玩法 我也很难说我到底是怎么样那么紧的 萃取卡牌 打架梁确实没啥压力 招分应该是不知道hiker的位置的 那这样hiker来中路闪现交得非常快 Angel 现在卡牌这个大招配合瞎子 现在还是没有第一波的节奏 嗯 为什么选择这样拉风 我觉得从游戏上面整体来说是 就复盘的时候是可以说过去的 就我们大家的行为 我是想就是 就比较有道理的嘛 就我们做的 每一步的决策或者每一步的操作都是有道理的这样 太克尔这个位置也被落单 怎么哪里都是落大 卓队厮杀的一个团战 接连倒下 只剩下中途两个人 我万万没有想到 威佛这套旗帜的进攻阵人 原来是在打团法里 这最后我慢慢死了 哎 确实你的卡牌玩法 两天堂卡牌对面玩不了的 拿下拿下 我们只能前20分钟以火炮出来 这火炮呗 就第二个星星之后就火炮了 只能我们只能反打 我们不能 我们只能用列拉塔的一个大方打 我们完全不能就是 我感觉我今天也没有那么理性嘛 我觉得很多时候 还做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主要被德帅手改变这些 我一直跟他讨论很多事情 也有跟他争执很多事情 但我觉得他 他好他就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 他一直就都是那样子的 他不会怀疑自己吧 他非常非常自信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 一直 没有这样想 我有可能 在逃避这一点吧 不过我自己想一下 到底打这些到底为什么 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也不知道 也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现在 我现在我应该知道 我觉得打这些就是 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 但我自己感觉 之前一直 很内心中在逃避这一点 连这也是对自己都不自信 扫本 你已经被逃了一个虚弱 扫本能出来吗 扫本有关 不要捏出之后 要回到隐私的位置吗 并没有他向往后拉扯 但这边狐狸又切死了一个wiper 二 身体大了 打得不一番二 主要这波他两个魅惑中双C了 而且又魅惑到了 而且又魅惑到了 错了错了 哇 狐狸也支援过来的 没打理过乱战 分地这边残血 直接收到了猴子跟亚索 拿了一个双杀 就大招直接拉开了 感觉有机会收获 一下就合理 大招直接刷新 被获得了小猫咪 我帅安招 好久没有看到安招 打这么狂眼了 是的 这个话跟老师对自己说 我觉得我意识到刚刚那点 我觉得应该会变得很有趣 阿彪昨天说答应你吃羊反赢了 但是我觉得羊反蛮难吃 要买个保护机吧 我想一下游戏里面的事情 等一下 你让我冷静一下 那个时候 一模 是因为 意识到自己到了瓶颈期 但没办法突破 然后我就会想 想了 找不到办法 虽然说比赛照常打 但 这把比赛打下来 我好像 也没什么进步的地方 就会有这种想法 大家休息一下吧 大家多多时间辛苦了 大家多多时间辛苦了 没有这个什么 没有这个什么 我 精神比较紧张 我对你们要求也太严重了 太誇張了吧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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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今天打得好 赢得就好 赢得就好 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 可能我想的打法就是 尽量来PK 然后再多做一点资源团的对抗我 但我好像成为不了那样的选手 有的时候就会想上去操作 但想的时候 我就会下意识地看一下资源 然后 什么时候打团 我大家都要赏金那种 我就会有这种心态 我害怕都就是AD倒了 就 就不会有赢的画面 打万科 还有训练赛实践的很多 都是那种不好的画面 比赛上就会 我就会去想那些东西 我在队伍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 队友们拖我发育时间 然后我在后面 就打那种资源团会有点用 如果做多余的事 导致队伍会有不一样的情绪波动 那我宁愿不做 你能感觉到他厉害吗 我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 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都要我自己来扳断 把你们的小丑丑扳扳扳过来 哎呦 哎呦 要求吗 最厉害的AD 就也不能说第一吧 就顶尖 然后 在队伍需要我的时候 我能让得出来 而不是说 我前面死两波 我就没生意了 现在的我 应该不是那个想法 想的是 一起 匆匆陷阵阵 而不是说 在后面当英雄 不是修赛了吗 然后 把这 之前那些习惯 想法 想法 全部靠了 再去 熟悉一下 新的事情 外界的事情 对我来说 算是一种反思吧 我会采纳一些建议 然后 去做调整 我经历过之前打职业的时候 经历过那段时间 第一年上摇票 那段时间 打得好的话 就会有很多人夸 打得不好的话 就会有很多人骂 我觉得 当职业人的时候 这些就是要 承担的 然后至于被肯定 被谁肯定 我想被我自己肯定 我自我感觉 我的游戏风格也没有 多特别 就 自己玩游戏 玩久了 自然就形成了 自己就喜欢 游走的打 喜欢玩异谱 这种英雄 玩起来比较 轻松 哎呀 Q怎么断了 能改版之后 选出来的AD都是 没有带位移的英雄 然后 很容易被打野针对 只要把视野不好 对面AD就很难发挥了 就 今年下集赛的英雄选择 跟我的打法风格 也一样 所以我就会 打得更择心一点 什么勾到 还有点机会 是的 闪现高 他死了 闪现CD记得有点精准吧 知道你没闪的 感觉玩玩得很开心 也就跟着走 是的 还可以打断一下回程 点燃打断回程 就这么开心 哈哈哈 你就是MGC 带着宗族了 不算做错了 也不会觉得很后悔 因为 就是自己 想做的 然后 觉得是正确的 一开始 没事没事没事 今年表现 比之前 放开了很多 就是没那么紧张 主要表现在就 游戏里面 没有摆烂了 好奇 看我抢龙吧 兄弟们 可以 真能抢 不会信我吧 好 啊 哎呀 好糟 没事没事 可惜可惜 下把加油下把加油下把加油 我觉得出现这种变化原因就是 去到场地之后就 有一种很强的 胜负欲了 就会让人变得积极起来 我还是挺期待 在有粉丝的天下的舞台 就莫名就让人紧张起来 你看到粉丝 年龄小 在我心里就 没什么区别了 他 不是可以 评价一个人的 打法操作 约定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 上层的空间 唱军中的 好吧 我来说吧 我说两句 等一下 就是 希望今天的比赛 大家赢 要笑着赢 输也要赞着输吧 然后拼尽全力不留遗憾吧 生恶为瘾 单身毕举 加油 每一支队伍的诞生 都要经历磨合与阵头 他们带着各自的颜色与特质 汇聚于此 或桀骜 或谦逊 或一身荣耀 或极其无名 每个人 都想用自己的方式 成为队伍的英雄 而一切 都为了同一个目标 赢 所以我们看到了 找回自己的心声 看到了重新定义的标签 看到了执着专注的理性 看到了心无旁骛的英雄主义 看到了自由坚定的野蛮生长 以及那些灯光背后 舞台之下 散发着光和热的图腾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陪同队伍一起成长 长夜尽头是黎明 在无数个白昼破晓中 生而未盈 没什么吧 就觉得有点可惜吧 但是结果也是这样子吧 只能说 结束自己失败的苦果吧 希望大家 每个人明年做得更好吧 包括我们教练也是 每个人明天 明年能做得更好吧 无论是在哪里 祝大家越来越好吧 包括发亮吧 继续在这些市场上 然后这一年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